哎呀 没想到已经到半决赛了 说实话有点比不动了 身体有点吃不消了 前两天导演组问我 他说小北 你是不是创作力枯竭了 我说创作力还好 我感觉我杨瘦快到了 真的太累了 你知道吗 真的不能再搞笑了 再搞笑我就要进决赛了 我今天最后再给你们嘱咐几句吧 然后一会儿你们笑的时候大声点 我想风风光光地走 真是太累了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就得反思自己 我就说小北 你这辈子 是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 因为在我印象里 能成大事那种人 都是每天经历非常充沛的人 都是每天早上一床就 我来了 都这种你知道吗 我每天早上成什么样子吗 我每天早上成就又来了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知道吗 有天看到一个新闻 一下击中了我 一个新闻写 搜狐的张朝阳 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 我要睡得饱饱的 你知道四个小时 什么概念吗 我看到我的手机 我手机显示 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我 我躺在床上 我说小张啊 我一回准备玩会儿手机 你就一会儿把今天的叫睡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 你知道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去看医生 我说医生看看我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天天这么累 医生耗了有麦 说小伙子啊 你不会死 你不要紧张 你就是普通的盛亏 我说大夫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 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idol 你听我解释啊 为什么适合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啊 基本能拒约所有诱惑了 我都能想象到 哪天我在大街上 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 过来说哥哥跟我们谈恋爱吧 我说哥哥呀 没有这个经历 哥哥比起爱你来说呢 更爱活着 不说了 哥哥走了 拜拜 好了别追了 哥哥跑不动了 然后医生给我唯一的嘱托 就是说让我平常多运动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很多运动 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 个运动叫做飞盘吗 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想的那种 狗玩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玩 狗已经满足不了人了 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玩人的现象 然后一开始我玩的时候 我还不太懂 我还特意借了一条狗 到了操场之后 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狗 我还跟那个编幕说呢 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然后那天没想到主角是我 你知道吧 我贼累 那狗贼无聊 然后那天杨文恩也在 杨文恩切儿灯跟我过来说 小北 玩狗有啥意思 玩狗 不如当狗 说完之后杨文恩追着飞盘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飞盘这个运动 其实很简单 飞盘这个运动就是几个人 对几个人 然后来回扔飞盘 达阵得分 那个场景怎么形容呢 就是你们想象有个草坪 然后大家都跟狗玩 但是没有狗 大概就是那样的运动 当时我还不会玩 然后我在那有点局促 我就说 哎呀 我怎么不会玩怎么办 然后有个人过来说 他说 小北你不要着急啊 一会儿会有人训练你的 结果真的就来了个教练 你知道吧 然后他拿着一罗飞盘 我们排成一个队 然后教练拿着飞盘说 跑 我当时还笑话呢 我说这也太可笑了 到我这儿 我抓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当时那飞盘飞得有点高 我脑海中出现三个字 用嘴雕 最后训练完之后 教练说 哎呀 这个我们排成两个队吧 然后大家一起握个手 你知道吗 我开始下 我下意识这样举了起来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特别怕 那个教练突然说 坐 我心想教练 你不会叫我巴普洛夫吧 而且里面的人 都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知道吗 真的有很多爱健身的男生 然后身体非常健硕 然后争强好胜 那种感觉吧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啊 但他们特别像 Rock忽兰的串 我刚写出来 跟你们笑得一样开心 我觉得这也太好笑了 没想到 没想到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还问教练 我说你们平时都怎么锻炼啊 他说三分练七分喝 我说喝 他说对啊 喝经典有机A2成牛奶 每百毫升有3.8克原生乳蛋白 高营养 更亲和 是健身人群的好选择 当时我就说 那三分练是啥呀 他说 然后教练掏出了一瓶 经典有机奶 他说小北 看见了吗 我说看见了 他说 跑 让我去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大家好 你们的魔鬼李佳琪来喽 就像刚刚少刚老说的 我每次会戴口红 这是真的 今天我来吐槽大会 我也戴了一只口红 但是这一只口红呢 是要现场涂给少刚老师 你去看可不可以 哇 我的天哪 少老师你都不反抗一下吗 少老师 你一名 唐某我凭什么要反抗 人家是带货一哥 被带货一哥图过 我骄傲 这一只色号叫做 沉默少刚502 这一只口红的粘性 特别特别的好 用完以后 肯定可以黏住你的嘴 如果呢 你们身边有像少刚老师 这样的朋友 我跟你们说 买它 好 我直播的时候呢 非常喜欢的Q明星 比如说这只颜色是欧阳娜娜的颜色 这只颜色我要推荐给刘文 其实这个我都是跟吴欣学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欣姐每天在家里照镜子 她都会说 这个女孩我会推荐给陈伟霆 或者杨阳 或者潘伟伯都可以啊 这个女孩完全不挑人的哦 娶她 可是 欣姐 遗憾的是 她们挑人啊 吴欣突然特别喜欢看我的直播 因为我会把合适的东西推荐给合适的人 她以前呢 就经常用一些不合适的口红颜色 她妈妈看到她就会说 Oh my god 你涂这个颜色好显老哦 这个夕阳红感觉是 小精灵在你嘴巴上跳广场舞吧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袁永怡 因为她的性格很真实 追起心来 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女生一样 看见李敏昊就会大喊 我的妈呀 韩国老公 据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了 导致张志玲的耳朵也不太好使了 袁永怡还去问她说 你建议我爱李敏昊吗 张志玲说 那你建议我喜欢洋千禧吗 那我去买包咯 不要去 对 但是我也很羡慕张志玲有袁永怡 都是合体捞金 根本不会单飞 再看看宝石 当初说了做组合 即使火了宝石也不会单飞 结果 宝石唱野狼迪斯科火了 那首歌 单飞了 最后 我要来说说我的同行 梁龙老师 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听说 有一个前辈在模仿我 我觉得 哇哦 好荣幸哦 但是我一点开视频 我造的什么孽啊 让前辈来模仿我 他刚刚还说 点开我的视频 把我吓了一跳 其实我不仅被他吓了一跳 我还想冲进屏幕出去 打他 我觉得梁龙老师 要是想要火 可以试试 一边摇滚 一边化妆 我真的愿意为他直播 他化到最嗨的时候 我肯定会在旁边大喊说 所有大爷大妈们 不要玩手机了 晃起来晃起来 那些女生 别玩手机了 真正的魔鬼 在这里啊 梁龙老师 你的歌真的是不太火 你看人家宝石 一写歌 就写出了一首神曲 你知道神曲怎么写吗 我总结了一下 有三点 大家注意咯 第一点 一定要真实 第二点 一定要接地气 第三点 一定要有 左手跟右手 比如说 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 火了吧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也火了吧 你都叫二手玫瑰了 为什么你不可以 做一个 来左手跟我一起画梁龙 右手画一只口红 这样写早就火了 有很多人讨论我 我是不是带货第一人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粉丝 是不是因为李嘉琪的推荐 少踩了梁龙脸上 那么大的坑 少花了二手玫瑰门票 那么多的冤枉钱 少上了无心买保养品 那么多的档 对我来说 我努力了 我负责了 就好了 是不是第一人 真的需要在乎吗 无心当年也在乎 自己是不是快本一解 十年过去了 在乎有用吗 我觉得在乎真的有用 前段时间 我直播卖不沾锅 不沾锅当时就沾锅了 场面一度的尴尬 导致很多人怀疑是 锅的问题 其实那款锅 我们在直播之前 已经使用过五个多月 反复测试锅 锅没有问题 直播当天的新锅 确实是没有按照说明书 开锅导致的 在此呢 向大家声明 这个锅 不是锅的锅 是我的锅 我让这个锅背锅了 大锅 对不起 以后 我一定更加努力 以最真的方式 推荐产品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沾就是沾 即使沾锅 我也要把它表现出来 万一有人 想买沾锅呢 很多人觉得 我莫名其妙就成功了 其实我真的 默默无闻地 做了三年直播 那个时候 我一样很努力 有些人也想做主播 但是做了一个月 没有赚到钱 就放弃了 我想告诉大家 努力是绝对有用的 现在社会竞争 这么激烈 随随便便 做一个事情 就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跟你一起竞争 你 不努力 你怎么强盗 李佳琦推荐的产品啊 哈哈哈哈 我和我的团队 一定会更加努力 更加严谨 我会成为 更值得你们信赖的魔鬼 谢谢大家 我是李佳琦 热辣妇女 掌声有请 柳妍 好了 定点站好了 大家好 我是柳妍 首先要感谢有一些人 一部分人给予我这个女神的标签 可能大家一看到这个词女神嘛 总是会觉得高高在上 难免会端着嘛 我不一样 真的 我特别的直爽 什么我都不爱藏着掖着的 当然了 有些东西想藏也是藏不住的 其实女神这个称呼 也是网络上的网友加给我的 大家捧我为宅男女神 不是我自己硬要把这个头衔 标签给扣到我脑袋上的 你们真的以为 我很喜欢这个标签吗 你们真的觉得 我很享受这种title吗 其实还可以 做女神不是光靠身材就可以的 女神是要拼的 这些年我真的没少拼 我拼了命的捆绑炒作 我容易吗 我跟大鹏捆绑炒作 你们以为我愿意跟大鹏来炒CP吗 观众朋友们 我愿意啊 因为大鹏红嘛 当然了其实我一直也想跟一个帅哥炒CP 当然人家帅哥不愿意 人家也是有操守的 关键是人家有粉丝 柳妍 你能不能离我们家岳云鹏远一点 你就是配跟大鹏在一起 大家感受到了 谐心之间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我被大家说的最多的 就是说我借身材上位 大家听听借身材上位 我管谁借了呀 我管你借了吗 其实我自己挺大方的 我愿意把我身材借给别人 让他能够成功上位 你们且看着 如果我身材借给他了 他能不能上位 大家觉得张上刚老师 有得这么好的身材 能成功上位吗 可以啊 可以有对不对 其实我能明白 就是除去女神的光环之外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 我还被标签为圣女 我常常在想 女人的终极归宿 就只能是嫁人吗 如果不嫁人 就证明你的人生失败吗 我有点不服 我们每个女人都应该有权利 决定我们自己的人生 不由他人来评说 妥协退让不会让自己活得平静 真正的平静来源于尊重你自己 做不到让别人闭嘴 就做到让自己开心吧 我是刘言 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题是 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其实钱没有那么重要 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 不就是钱吗 我慢慢还呗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小时候我爸好不容易带我去旅游一次 去了我们山东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 叫孔庙 你们知道吗 知道的 之所以去那个地方 是因为那个地方会被论语免门票 我就在家被安着背了一个月论语 去了之后人家说 一米二以下免票 我当时觉得血亏 我说爸咱都省了这门票钱了 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呗 我爸说不能吃太好 吃太好找高了 别出去不免票了 当然我爸还是爱我的 我被狗咬了 我爸赶紧去带我打那个狂犬疫苗 医生说这个针挺贵 一千块钱一针 我爸说没事 打 医生说要打四针 我爸说 那他有多大概率得不上狂犬病啊 所以打小我就清晰地知道 自己的身价在一千到四千之间 家俗的遗传让我特别能省钱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北漂了 去之前订了个房子 中介说这个位置挺好的 离地铁挺近的 我去了一看 离地铁挺近的 离地铁站挺远的 而且那个厨房也漏水 做什么菜都有汤 最最受不了的是 那个隔音真的太差了 有时候我对象矫情 非得听个睡前故事 我好不容易讲故事哄他睡着了 就听见隔壁大哥问 然后呢 好笑 好笑 省钱嘛其实很容易的 能吃苦就行了 但是挣钱太难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机械工程师 有一次由于我的图纸错误 公司损失了大约四万块钱 但是我们公司还挺好的 也没有开除我 先让我把钱还上 后来听说因为我出色的 犯错隐蔽能力 我们领导想推荐我 到对手厂子里工作 那一刻我才清晰地知道 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没有一百五十 不要紧不要紧了 太难了吧 想通过工作挣钱真的太难了 如果说工作是水 那些精英们就是深海鱼 在水里活得自由自在的 又扛鸭 我就是只鸭子 我只擅长划水 而且老板给花的大饼 特别不好使 鸭子不吃饼 还容易被饼卷起来吃了 我和我对象 干过最挣钱的事 就是结婚 毕竟能挣好多分子钱 我其实以为我这种人 是没什么朋友的 直到结婚的时候 突然小钱来了好多 而且我亲戚特别多 我有七个爷爷六个老爷 被狗咬那一次 我十几个表哥 去那个互动口 堵那条狗给我报仇 那年我九岁 我大哥四十五 我侄子二十二 本来这种小破事 没想麻烦我大哥 但是我大哥 就怕我侄子冲动 我侄子还是冲动了 对着那狗上去就叫 以后对我说客气 这样 然后那个狗一回头 十几个表哥 就开始撕散而逃 九岁的我 根本不可能跑过那个狗 但是幸好 还能跑过我大哥 我一结婚 这些哥哥们都来了 我们那的封锁呢 就是要给长辈磕头 才能领红包的 我特别烦这个环节 磕了第一个头 一摸那个红包厚度 这活能接 真的是脑门一响 黄金万两 磕了二十来分钟 我媳妇说 哎哟不行了 腰太疼了 我说媳妇加油啊 今天正去把咱房子 首付磕出来 到了四十几分钟 我也扛不住了 眼睛都冒金星了 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想起了 高考时候 好多励志的标语 我就给我媳妇打气 我说媳妇 买房这个事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咱们停下了 可咱们的对手还在磕 这个时候了 一定要马上进 只要磕不死 就往死里磕 现在和我的朋友们聊起来 说我们家那个房子 都是我们俩一个头 一个头磕出来的 他们就说 你们俩以前是乞丐吗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谢谢孟川 喜欢孟川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这场就不可能有人低于一百三 我发现 一百三起不可能 一请锁票 掌声再次送给孟川 非常非常精彩 笑坏我了 但郭老师这次没有以大局为重 没有啊 就他脚本太强了 写的 所以我开始就该拍的时候 我还沉浸在对他的脚本的那种学习上 喜爱之中 是是是 我是最后才拍的嘛 因为我怕罗老师万一把他判定为三灯选手 我想我就可以在后面再拍 这是更大的大局观 这是更大的大局观 苏鸿哥哥是哪个点打动了你啊 我觉得他就是很稳 然后状态也很对 所以就是 他一切都还挺打动我的 对 孟川觉得他真诚吗 挺好的挺好的 也能取消不 可以可以 我觉得他就是节奏呀 包括确实他的那个本子很强 有些人本子很强 但是表演能力差一点 但是他是一切都还挺好的 孟川你是每个本子都挺强的 还是你就是一个后继勃发呀 就是压力太大了 我要是表现不好 我就得回家带孩子 没事 有我们这个啊 蓝河棉牙奶粉 好不好 带孩子还是可以的啊 蓝河棉牙奶粉 好有哪 选蓝河 能再给一罐吗 没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如果不结婚的话 磕头有钱吗 有钱有钱 也是有的 不是 得是认识的磕头 你不能说一进到山东境内 就开始 就走上了一个 这个致富的道路是吧 一头一头的 不是得认识吧 那请问他把山东那绩效先取消了吧 好 孟川的表演也非常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孟川最后的得票情况 其实还挺忐忑的 因为我知道我后边的选手有多强 刚开始孟川就拿了四灯 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压力 因为他感觉被全场设立了一个水平的基准 我怕观众对这个后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紧张啊 而且四位领效员都排得到 我说哎 我知道第一个位置刚坐 不会马上就滤了了吧 以后是邱瑞 你依依 我感觉这几年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好 是吧 都在研究什么消费降级 但我们这代人就没有什么精打细算的能力 是越想省钱花的越多 你们在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 里边东西是真便宜 但也真是用不着 我就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能挂起一个小孩的挂钩 一坐下屁股就凉得屁垫 还有自带跑步机的猫爬架 我们家甚至都没有猫啊 现在我家那条狗在玩猫爬架 等我冷静下来我就生气 我说我为啥要买这个挂小孩的挂钩啊 我总不能朋友来我家做客啊 我说哟 带孩子来的 来吧挂墙上吧 都一看账单我更生气 就现在我多玩一会儿游戏 手机都知道给我做防尘迷系统了 怎么在我沉迷花钱的时候 就不知道加一个呢 也不用做得特别复杂 只需要在我每次提交订单的时候 给我发几个验证问题就可以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玉泥啵啵冰吗 我以为我花钱已经够大手大脚的了 直到我看到我妹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双一万多的拖鞋 那个价格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 我说咋的呀 是穿上你这双鞋能增加移动速度吗 王者你一双真正能增加移动速度的鞋只卖五百三啊 那是一个杀人都合法的地儿 鞋都不敢卖这么贵啊 鞋没送两天两个人就分手了吗 现在还分期还这双鞋呢 我说你俩好啊 你俩这后会有期是分期的期啊 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花钱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拖鞋就是在拼兮兮买的 三块九还带防滑 就当她便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她的性价比了 你只会好奇 就这玩意到底能偷工捡了到什么程度 三块九能不能给我寄过来一双左脚 但你转念一想是吧 一双拖鞋它能有多难穿呢 拼兮兮给了我答案 她做防滑的思路呢 就是给我鞋底打一堆的洞 起到一个吸盘的作用 我用力往下一踩呢 就把我脚也粘上了 特别的防滑 脱个鞋跟拔罐一样 那个卖家还说呢 有了这双拖鞋 你再也不用担心在浴室滑倒了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防滑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浴室那个瓷砖前面 我都能走上去了 当也不管真往上爬 是吧 上面还挂着孩子呢 互联网出名的地方就在于啊 我买这双三块九的拖鞋呀 我就再也刷不到贵的东西了 全是一堆破烂 给我推那种六块九的泳裤 颜色都不让我选随机发 我有罪啊 我都二十七了 一想到自己有概率 穿上一条粉色的泳裤 还是羞愧得不想下水啊 六块九的泳裤 现在稍晚步都七块九了 稍晚步才多大一块料啊 我都想问那个卖家 我说你这个泳裤 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呀 卖家说咱都是正常尺寸 能暴露啥呀 我说暴露了我的贫穷 我先点外卖 吃个烤冷面 七块钱他都提示我 可以用某倍贷款支付了 我不知道这帮设法是怎么想的 认真我这啥就玩屎推呀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疯狂地给我推直发广告 我现在才全职干 图我秀一年 已经开始给我推离婚律师了 我感觉我这后半辈子 被这个算法推荐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以后人生肯定是有场大截 家破人亡 只能靠贷款点烤冷面为生 外卖手给我送饭这块拿不着 拖鞋沾地板上呢 我悲剧的人生已经确定了 但也没事 咱泳裤颜色是随机的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太棒了 太棒了 那边挺好 嗯 对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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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邱瑞 喜欢邱瑞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掌声再次送给邱瑞 哎呀 眼泪给我笑出来 哇塞 邱瑞这这段声音太逗了 好好玩 回头能不能把那个拖鞋的链接推一下 我觉得我太好奇了 而且大家说那个什么拖鞋漏一栋给搅拔罐 我太炸了 我太好笑了 我发现邱瑞的段子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对 那个之前45度那个就很有画面感 然后那个踩到这个吸盘太搞笑了 但是那个拖鞋我在那个洗澡那个浴室里真穿过 很疼 吸得很疼 所以 我没有公平 我感觉脚底板开始疼了你知道吗 你会看直播买这下来吃吧 我现在老公 哇 这是好事啊 啊 他为啥选择我呢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神没有毛病 真的有一次他就跟我说说亲爱的你真美 然后我就翻出了刘亦菲的照片 我问他 那他呢 我老公说 一般的 太白了 你要是长这样 我可不找你 我说我要是长这样 我也不找你 我比刘亦菲好看这个事像铁岭热搜了 很多人听说他的这个事都来嘲笑他的眼光 但是我老公无比坚定地说 你们不要嘲笑我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他不光审美 他啥事都不一样 他第一次来跟我家人吃饭 第一次来东北饭店 第一次用电动转桌 他就相中了眼前的锅包肉 刚要讲 桌子转起来 锅包肉走了 我看他眉头一皱 我以为他能等着锅包肉再转回来 没想到 他拎起他的盘子 跟着我就跑了 我妈以为他要来敬酒呢 他看我妈站起来 以为我妈要跟他一起注意 那天那顿饭呢 锅包肉到哪 他到哪 他还不咋会用筷子 好不容易注意上了 没等夹起来呢 又转走了 没吃着猪肉 光看猪跑了 他讲故事的能力真的很强 还有一次 他来铁岭上公共厕所 一开门是个蹲便 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蹲便 进去之后 他迷路了 向我发出了视频邀请 我以为 他最多是分不清朝前还是朝后 我没有想到 他最后的选择 居然是朝右 你以为我会纠正他吗 不 我没有那么爱他 然后他就问我 接下来我怎么办 我说接下来 你蹲下去 他说我不会蹲 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 不会蹲这个事 我说蹲的还能不会呢 双腿弯曲 重心下沉到极致 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 面向右侧 跪下了 我说你上个厕所在整这么前程呢 然后他就在那捣鼓 这种蹲法 我可怎么保证裤子的卫生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想来想去 他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 一个二百多斤的大白胖的 累得满头是汗 衣服全挂门上了 这门呢 还没有锁 这时候就来个老头 老头一开门 一到白国 我在外边就听见里边一声惨叫 什么玩意这是 谁在厕所堆雪人 老头出来 我赶紧跟您道歉 我说大爷对不起 雪人是我对象 老头说 那差不多赶紧结婚吧 再等雪人该化了 后来有一次 我还跟几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吐槽我老龙这事 我说你们敢相信吗 他居然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挂门上了 他们说 不然呢 你们脱了是放直楼里吗 我才知道 他们也脱了 他们也挂门上 但是只有我老公 炒幼 不愧是我的 我老公 我老公干过这么多的傻事儿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笑话他 他就是一直那句话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这个精神教会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怎么面对人生的尴尬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现在我对我老公那可真是 捧在手里怕碎了 放在厕所怕化了 这次来错误修大会 第一轮我表现得不好 那头给我投个倒数地 我老公安慰我 我说没事 不丢人 以前挑战的刘亦菲 现在面对的李淡 只要有你的支持 我就比他们强 我老公说 对 刘亦菲就是不如你 但是实话实说 李淡确实是比你好看 说说产生这些快乐的运动员吧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群体 范志毅的前妻是空姐 周琦的老婆也是空姐 你们打球的怎么都喜欢找空姐啊 你们是上了飞机去想谈恋爱吗 对不起 我是空姐说 先生小桌板收一下 郭艾伦说 Yes I do Yes I do 周琦说 Kahab too 什么意思呢 波兰语的我爱你 范志毅说 中国男男脸都不要了 都说郭艾伦是靠他叔叔在篮球圈上位的 郭艾伦 我看你也挺喜欢上综艺的 要不要在这里认个书呢 叫一句李叔 就能拿个吐槽大会的冠军 李叔难道不比你输好吗 世界杯你们都敢输 还怕这个输吗 听说运动员脾气都很暴躁 但分有成绩的暴躁和没有成绩的暴躁 郭艾伦 你觉得你是哪种暴躁 是打不进NBA的那种暴躁吗 听说你擅长三步上篮 是一步传球 二步冷静 三步上篮吗 怎么那么反净 怎么那么反净了 范志毅 我对他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怕他打我 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男男运动员 你们怎么那么爱上综艺呢 为什么范志毅年轻的时候不上综艺呢 是因为训练当务他上综艺了吗 不是 因为他那个年代只有一个综艺 政大综艺 周琦曾代表中国男男打进过NBA 周琦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代表中国男男吗 你左手拿着鸡蛋灌饼 右手牵着空姐 你代表的不是中国宅男吗 啊 天呐 哎 大哥有意见 这肯定很 为什么你进了NBA 那么快就回来了 是因为宅男不爱运动吗 今天来了很多男男的 女男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女男太优秀没有草点吗 我对篮球最大的疑问其实不是这个 而是篮球宝贝为什么都是女生 无论男男还是女男 中场休息跳舞的时候都是女拉拉队 女男比赛也挺累的 难道就不能整点男拉拉队助助兴吗 好棒啊 助助兴 像杨明 周琦 郭艾伦这样的就很合适 长得帅 综艺感好 也不太会打球 帅了 让他们跟着女男挺好的 不然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登上舞台呢 谢谢大家 我是帮助男男的伊丽静 好 杨明 与琦呢 说得很对 但是我从来就不是一线女艺人 我也不是什么女老板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美女 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年真是特别火 也找过我 我说我不去 他们说你来 我说我不去 他们说你来吧 我说我真不能去 他们说你一定得来 我说那这样 我给你们唱首歌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他们说行 你别来了 我呢是真的不敢去 因为我觉得呀 我没有底子 唱歌也不行 跳舞也不行 这样怎么可能能赢呢 后来发现 能赢了 也赢了 我在 当然这些啊 都不是我真正不去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啊 我觉得 就大家看那个节目呀 都是想看姐姐们 互相薅头发 然后呢 我就想到我这个情况 我想我这个发际线 也坚持不了几期吧 所以你看人家语琪啊 现在人越来越火 身材越来越好 就是脑门好像有点 越来越亮 没使劲哈 没使劲哈 没好没好没好 没好肯定没好 反正咱们正片里没看见 所以啊 其实演艺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就是简单的勾心斗角 没有啦 不是 那我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大家各干各的 有些人呢 想挑事 就说 你看 迪丽热巴那么火 你担不担心 我说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她是我们家的艺人 她好 公司更好 这个问题呢 就相当于你问李旦 你说 王敏现在这么火 你担不担心比自己火 她担心吗 她担心 刚才在后台 我碰到李旦了 我说最近忙啥呢 她说 哎呀 姐 别提了 学吉他呢 真的 大家平时啊 都是好朋友 平时呢 也会互相问候 互相关心 这不疫情吗 我的工作也停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 给我娱乐圈的好朋友们 我说 最近忙啥呢 啊 你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 接耿怼人 开心了 连自己都怼 很多人都说 我是去游高手 那也主要是因为呢 我去游的那几位呢 跟我关系也都非常好 我说什么 人家都不会真的生气 你看不熟的人呢 我就不敢说 比如我就不敢说 王勉 你就是讲的不够 吉他来凑 我也不敢说 朱一旦 你不是真的有钱 我更不敢说 毛不易 毛不易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嗯 那咱们就说说毛不易吧 我呢 是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导师 毛不易 是那一季的冠军 是最厉害的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明日之子已经办了四季了 结果毛不易 还是最厉害的 毛不易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看 我什么都敢说吧 邓丽姐 年底压力大 加油啊 今年火的呢 还有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 李雪芹 喜欢 太聪明了 别人在攻击男性 只有他在消费男性 开始是吴亦凡 现在是王建国 太惨了 消费水平直线下降 你看我们杨丽 在这方面就有点吃亏了 我觉得大家误会了 他攻击男性的初衷 你们想想 小时候那些男孩子 为什么喜欢揪女孩的辫子呢 是因为喜欢呀 所以杨丽也是因为喜欢 才攻击男生的 只不过我觉得策略有点不对 有点幼稚 估计在场的人力 他只能吸引到中美美 先来救救我 我觉得现在男女对立的情绪太强了 男女平等就好 有时候你会觉得 没有必要去硬碰硬 咱们有事好好沟通 有时候呢 也可以用一用自己的性别优势 哭一哭也没啥 所以男孩子们 哭一哭没啥 我们会让着你们的 你想象一下 哪天王建国要是真哭了 你是不是想满足他的所有的要求呀 行行行 今年让你当冠军 其实2020是我哭的最多的一年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 还有疫情 其实我挺爱哭的 我是一个哭点非常奇怪的人 我看愤怒的小鸟会哭 我看《无敌破坏王》也会哭 看《小时代》也哭 当然 看《小时代》哭很正常 李承如老师看《小时代》也哭 其实呢 除了难过以外 更多的时候 我是觉得感动 大家很燃 很热血 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团结 2020就像一场很艰难的游戏 有人负责冲锋陷阵 有人负责辅助补血 有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 但是最终我们都会取得胜利的 稳住 我们能赢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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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杨幂